委員長,魏小姐和林校長和在座的各位鄉親,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這個國產法令的觀點來談今天的這個色大關心的這個議題 就是宜蘭海岸公共產私有化危機的這個議題 今天整個報告的大綱分成四個部分 那首先前沿,然後大概針對國有財產的概況跟各位做個報告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可以出售的這個國有土地應具備的要件 然後最後是結語的部分 那首先大概從這個所謂私有化這三例來講 原則上這個私有化大概可以 如果從我們國產署的角度來看 如果是屬於國有,那所謂私有化的這個定義 比較狹義的定義應該是說 這個由中華民國所有權變成私人所有 也就是指出售,出售國有土地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今天整個這個簡報大綱的內容 簡報內容大概會比較著重在 國有土地出售的這個相關的規定上面 那當然我相信各位在設大定這個議題喔 一定不單單只是這個所有權私有化的問題 那可能也是包括到這個國有土地的這個使用權 釋出讓私人使用的這個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在這個簡報的過程中 也會跟各位來補充做相關的說明 然後這個當然自古今中外大概有美景 就從這個兩層美景都是一些文人 那個雅士所這個銀絲作對 常常就是以這個美景為這個銀絲作對的這個主要的主題內容 那當然有美景就會帶來所謂的人潮 那有人潮之後就會有潛草進來 那當然所以很多的這個風景區裡面 大概比如說我本來這個這個月想到那個福壽山去賞風 大概八七八月份的時候打電話去訂 已經就是全部搶購觀光 所以相對的非常熱門 所以有美景大概就是會吸引一些觀光的人潮 這是不容否認的 那當然整個這個相關的這個美景帶來人潮之後 就會相對的就會帶給一些環境一定的衝擊 那政府部門應該去思考到這個怎麼樣把這個對環境衝擊的部分降到最低啦 那剛剛大概在2008年有一個這個非常夯的一片國片叫海角七號 那剛剛林縣長也有提到 那這個部分原則上裡面 因為這部國片大概就是 就是以非常易懂的庶民語言 讓觀眾打動一些對話會打動到一些觀眾朋友 那其中大概 那個裡面有一個主角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代表惠宏主席 他就講了一句話 就是 這個刷碼BOT、駭碼BOT、駭碼BOT、駭碼BOT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印證到 其實 那個在近年來 其實政府的一些公共建設 常常透過BOT的方式來做開發 那當然也會相對的也會對這個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困難 一定的衝擊 那當然 比如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這個 台東美麗灣的案子 那當然我們也了解外澳地區 目前正有一個申請案 那有一些網友也把它號稱 把它暱稱為所謂宜蘭的美麗灣 那今天等一下如果有機會 也會帶一下這個相關BOT的這個法令依據 那接下來大概針對國有財產署的一些 這個概況跟各位做說明 然後整個國產署的業務願景是 活化國家資產 然後創造這個租賞的價錢 那當然這個國有財產是 國家非常重量的租賣 那這個效應要跟全民來共享 那以前的這個管理的行程都是靜態的管理 那近年來我們都已經轉型說要積極活化的利用 那怎麼樣結合相關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去開發利用 然後也是想要能夠像做到剛剛林縣長所講的 看能不能有續經營 避免外界以前常常批評國安署 就是做敗家職一直出售標售土地 那我們現在近年來大概就整個國產法53條 也在101年做了修正 就面積達500坪以上 也就是1650平方公尺以上的土地 就已經法定不能再拿出來標售 所以大概目前整個國產局的 國安署的一個業務形態也做了一些一定程度的轉變 那再來就是就國有財產的總類 按照國產法第四條的規定 然後原則上國有財產分成兩大類 一種叫做所謂 一種叫做所謂的公用財產 一種叫做非公用財產 那 剛才林縣長有指教過 就是宜蘭海安署 跟整個山坡的大部分全屬都是中華民國有 但是並不是所有管理機關都是我們國有財產署 為這條來看出來 一般來說公用財產 它大概有將近6000個管理機關 這是由直接使用機關管理 那當然海洋的部分 有些保安林地範圍 那個管理機關是 這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領務局 少部分是國有財產署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零星的管理機關 公用財產的部分大概原則上就是分成三種三類 這邊看到就是公務用 公共用跟事業用 那所謂公務用就譬如說是做機關的用地 或者是一些部隊、學校、辦公、作業等等 宿舍使用的這個叫公務用的部分 公共用的部分大概就是說 直接提供出來做公共使用 譬如說是這個土、還是這個水稿、公共白水 這部分就是公共用的這個公用財產 那第三類就是所謂的事業用的財產 那這部分大概是比較偏重在國營事業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大類就是國產署金管最大宗的部分 就是這個所謂非公用財產 那非公用財產就是 它是販指說公用財產以外 可以供收益跟處分的這些 就是扣除掉公用財產以外的部分 就全部屬於國產署來金管 所以我們這時候分成這兩種 再來給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目前國有財產的全部的價錢 大概有接近9兆、8兆9兆左右 那這部分是它寄這個101年的 國有財產總目錄來計算的 土地的價錢 之後就是譬如說 這個上市價去營收的這部分 用實際的取得成本去計算以外 其他全部是用民國99年的公告地價來計列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這個資產的價值是有一點 可能會比這個還多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公告地價 通常是比市價還低 所以整個購入財產應該是超過9兆 應該絕對有 剛才說過的就是說 購入財產的部分分成兩種 第一種就是共用財產 這部分大概佔整個國有財產的 百分之91點幾 另外非公用就是國產署罐的 差不多佔百分之8.1 總價值大概是7,263億 當然非公財產裡面大概又分成土地 還有其他 其他的部分有些有房子 或者是有價證券、權利、動產等等 當然原則上我們國產署金管的大部分 還是以不動產土地跟建物佔 佔的百分之93以上 至於公用財產 當然裡面就有土地還有一些權利等等 原則上這個部分 土地也大概有佔到一半的這個價值 那再來就是 針對國有土地的數量跟各位做報告 全國的土地差不多有360萬公頃左右 其中國有土地大概佔了221.7萬公頃 那佔整個台灣的總面積大概就是 這邊所看到的就是 將近有百分之61.56 所以意思就是說 整個台灣幾乎有六成以上 就是國有土地 所以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很多開發案 都會面臨到跟國產署 或是相關國有土地打交道的這個原因就在這邊 那剛剛這邊有提到說 那個公用財產的管理機關 在這邊有將近5300個 大概5294個 那非公用土地大概就是 全部都是國產署金管 那再來就是 針對國產署金管的非公用土地 大概有多少 那總共大概有21.6萬公頃 那裡面大概又可以區分五大類 大部分的都是像農林漁木這個是比較算邊際的一些土地 那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大概有4,476公頃 那比較可以直接開發利用的就是這個所謂建築用地的部分 那這個大概也只有8,279公頃 那其他的幾乎都是相對的比較難有處分收益的這個 的情形 那再來就是接下來跟各位報告就是 國有共用土地有一些開發上的限制 第一個依據國產法11條的規定 這個所有的公用土地一定要 各直接的管理機關要自管自用 那再來就是依國產法28條的規定 這些只要是國有公用土地 原則上就受28條的限制 不得處分或善為收益 那當然 這邊大概是有一些特別法有除外的規定 除非是符合相關特別法的規定以外 大部分就要遵守國產法28條的規定 所以整個公用財產的部分 它的開發模式大概有兩條路徑 第一條就是所謂用 所謂剛剛那個洪主席所講的 就是這個用BOT、ROT、OT的方式 當然這個所謂BOT、ROT、OT的方式 它就沒有釋出所謂的土地的所有權 它是透過釋出使用權的部分來做處理 然後第二條大概就是符合這個國產法28條 淡書規定 跟這個所謂符合這個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的規定 可以辦理在不違背原來的這個使用目的下 可以辦理出租或利用 那接下來大概 接下來要跟各位報告的是這個 國產署金管的這個非公用土地的一些開發原則 那近年來大概國產署是政府的議員 所以原則上還是在整個政府的一個願景下 來做相關的這個國有土地的開發利用 當然國土保育是我們所要優先要注意的就是國土保育 然後再來就是公地公用 意思就是說如果國有非公用土地有相關的政府機關 如果大家想要來撥用 來撥去做公共使用的話 國安署絕對是優先來配合來支持提供土地 再來就是促進地利 也就是說在沒有保留公用前提之下的這些土地 我們依法來透過四處讓民間來綠煤化 出租、出售等等的方式來做整個開發利用 那非公用土地整個開發的策略 大概我們國產署訂了三個開發策略 那大概第一個就是所謂的賣小流大 就是把比較機零狹小的部分 以出售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剛剛講的就依照國產法53條 1650就是500坪 500坪以上的這個國有土地就不賣 大概我們就透過後續比如說 招標設定利浪權 也是透過四處使用權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再來比如說有以地易屋 常開短用等等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非公用土地的開發方式 我們訂了四個主要的開發方式 第一個就是參與都市更新 籌建辦公廳設 再來就是加強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合作開發 在我們在宜蘭官也有 歷任的縣長還有林縣長的推動之下 大概我們目前也有好幾個案子 在跟縣政府採合作開發的方式來做處理 另外就是說透過釋出這個土地 權力跟民間合作開發 比較最近有一個成功的案例就是說 我們透過釋出這個地上權 然後在我們台北羅斯福路那邊 招商引進這個相關的建商 來蓋財政部的未來的半空大樓 還有整修財政人員訓練中心的一個案子 那再來就是透過設定利浪權來引進民間的資金 接下來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剛才我說的就是說 國有土地有沒有可能私有化的這個危機 當然剛才說的海岸的土地幾乎 大概有九成以上都是國有土地的居多 現在就是說可以出售的土地應該具備哪些要件 第一個就是說它必須是所謂的國有非公共財產 那剛剛講其實海岸土地有很多都屬於所謂的公用財產的範疇 所以它第一個它可能是未來沒辦法出售 公用財產就沒辦法出售 然後再來你公 那個要無妨礙都市計畫 還有這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管制的一項規定 再來還不能違背違反其他法律規定 這邊講的其他法律規定 我這邊列舉幾個 譬如說土地法十四條 有提到說海岸一定限度內的土地不得私 那我就說對我來說 寻一些